杨伟中在最美岛屿留下人生 最后一次打卡照 案发后几天 库克群岛警方在脸书还原经过 库克群岛警方说 杨伟中跟女儿乘坐不同的小船泛舟 两个人不会游泳 并且前往西湖深水区探索 才会发生不幸意外 接着警方表示 因为当地并没有强制规定 所以杨伟中跟女儿泛舟时 没有穿救生衣 而杨伟中为了救女儿跳船 尽管当地人跟救难人员发现之后 紧急抢救 仍旧毁天法术令人遗憾 库克群岛旅游影片 蓝蓝的海清澈见底 洁白沙滩 犹如人间先进欧美游客最爱 但清一色海上泛舟纪念照 都没有穿救生衣 因为当地并不像台湾 有强制规定导致意外频传 海里面划独木之后 跟在河流是不太一样 因为还会受到海浪的影响 所以有时候 如果说你不是常常在滑的时候 会受到海浪 可能会飘得比较远一点 如果说能够穿上救生衣的话 就可以避免这些 降低这些风险 杨伟中意外溺弊之后 太太陈宜珍 勇敢带着女儿 在牛西兰处理先生后事 陈宜珍经过几天 已经收拾情绪 坚强跟台湾友人 通上电话 感谢外界关心 根据我们了解 他跟女儿最快 明天就会带着杨伟中遗体 回到台湾 此时反灵改发起人李来西 评价杨伟中 竟然用只是一个不义的叛将 网友永远留言 轰李来西走火入魔 没有做人应有的厚道 人死伟大 尊重是基本道理 三立新闻最后报道